程磊的女友沈英最近不太正常 半夜 沈英会赤身裸体站在镜子面前 白天她又会在公共场合震颤 视镜面色潮红 程磊问了她的记者朋友 朋友犹豫再三才对她说 她的女朋友可能在外面有主人了 沈英最近有些不太对劲 具体来说 自从她找到了那份 做艺修艺的客服工作后 她就一直表现出某些异样行为 让程磊心惊胆战 大家好 我是侦察院频道主播老黄瓜 接下来继续讲述今天的故事 最早意识到女友这种异样 是在一个月前的某个夜晚 那一天 沈英不上班 正好程磊也休息 便打算带她出去逛一逛 散散心 可沈英说只想着家里躺着 看着她眼睛中的疲惫 程磊又心疼又愧疚 沈英之所以会这么累 都是为了她 一年前 程磊遇到了一个久未谋面的大学同学 同学说有个很不错的创业项目 想跟他一起创业 程磊被同学说动了 拿出这些年来打工的积蓄投入项目里 没想到同学竟然卷钱跑路 还留给程磊大笔债务 面对债务 沈英不仅没有离她而去 反而主动帮她一起还债 这一年时间里 沈英换了好几份工作 收入提升了一些 但每一份工作都比上一份更累 曾经每天活力四射的她 现在每逢休息日就只想窝在屋子里 程磊想安慰安慰她 却又觉得像得了便宜卖乖 只好沉默不语 结果就在当晚出了一件事 沈英平时一罐睡得比程磊早 那天晚上看 看她睡着之后 程磊心情郁闷 又喝了两罐啤酒 才上床睡觉 到了凌晨两点 程磊被尿以憋醒 起床准备去上厕所 却发现身边没了女友的身影 难道她也去厕所了 程磊迷迷糊糊的起身 去厕所看了一眼 压根没有人 这让她有些迷惑 明明沈英看上就很累 睡得又那么早 怎么会大晚上不见人影 程磊嘀咕着上完厕所 准备回屋拿手机联系一下女友 没想到就在走出厕所的那一刻 她看到了女友 这间出租屋的客厅里 摆着一块长长的落地式衣镜 沈英此刻就站在那块镜子前 裸体背对着程磊 两只手臂紧紧贴着身体 头微微昂起 如服装店里的人偶一般 此时客厅的灯是关着的 程磊也已经关掉了厕所的灯 所以只能借窗户洒进来的月光 眼影看到沈英的身形 这是不是在照镜子 她看不太清楚 便顺手打开了刚刚关上的厕所灯 灯光从厕所里照出来 打着沈英赤裸白皙的背上 风臀细腰和修长眉腿在灯光下更显诱人 这本是让人浴火翻涌的画面 然而此刻 程磊看到了镜子里的景象 睡意在一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恐惧 只见镜子里 沈英的眼睛睁得大大 看的不是镜子里的自己 而是以一种极其诡异的角度 写示着他身后不远处的男友 看到这一幕 程磊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问沈英怎么了 他甚至能听出自己声线里的颤抖 沈英没有回答 也没有转头 眼睛仍然斜视着他 一动不动 迟疑了十几秒 程磊觉得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 便忍住心中那股诡异的感觉 慢慢走上前去 问沈英到底怎么了 说着他伸手轻轻推了一下沈英 就这一下 让沈英的身体微微倾斜了一点 下一个瞬间 他仿佛从那站得笔直的状态中 被解放了一样 闭上了眼睛 顺着程磊推的方向摔倒在地 程磊赶忙冲过去 跪在地上 把女友的上半身抱在怀里 一边拍他的脸一边问他怎么了 沈英慢慢睁开眼 仿佛从睡梦中醒来一般 问程磊在干嘛 他朦胧的眼神里满是困扰 接下来 程磊接连问了沈英几个问题 发现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照镜子的事 按照他的说法 他睡得正香 刚醒来就发现程磊在客厅抱着他 拍他的脸 还以为出了什么事 难道是梦游 程磊心里不断犯嘀咕 那一晚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过去了 之后这种可怖的深夜事件再也没出现过 但更令人头疼的问题出现了 女友开始在公共场合 做些令人难以启齿的行为 程磊一直觉得 导致那可怕梦游的原因 是沈英精神太过紧张 工作太过疲劳 所以后来即便他不愿出门 程磊也会好说歹说 求他跟自己一起外出一下 哪怕看长电影 逛逛小吃街 就当给他放松一下精神 问题就发生在这两个场合 十几天前 程磊带沈英一起去看电影 那是个很火爆的喜剧 也是沈英最喜欢的搞笑组合的新作 一开始 一切都很顺利 沈英罕见的比较兴奋 遇到搞笑剧情也会跟大家一样笑出声 可是到了后半段 当电影开始煽情 全电影院的人都安静下来 想看看后续会如何发展时 程磊突然感觉作为在晃动 歪头一看 他发现晃动的不只是他的座位 而是坐在他旁边的沈英 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双手手指紧紧攥住两侧扶手 浑身剧烈颤抖 脸色潮红 牙齿丝丝咬住下嘴唇 不住的喘息 程磊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这是怎么了 还没等他明白怎么回事 十几秒之后 伴随着一阵滑声 紧接着嘀嘀哒哒的声音响起 沈英停止了颤抖 瘫软在座位上 一股暧昧的味道也在此时笼罩了他们 引得周围的人纷纷朝他们看过的 女友试尽了 意识到这一点 程磊赶忙把手探向沈英的裙子 一摸 果然一片湿润 他连忙站起身 半喇半拽的带沈英离开放映室 进了影院的无障碍卫生间 程磊关上门 回过身来急忙问沈英怎么了 沈英并不回答他 低着头默然不语 程磊见问不出来 也不好多说什么 掏出纸巾来 想给他擦擦裙子上的污渍 可沈英慌忙后退了一下 叫程磊出去 他自己擦干净就行 说吧 他把程磊推出了卫生间 在他身后关上了门 咔嚓一声 还上了锁 程磊站在门外 低头看着双手的污渍 若有所思 那天他们回家的路上是沉默的 程磊隐约感觉 沈英身上似乎发生了什么事 而且他不想让自己知道 谁知或不担心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 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事件 当时程磊跟沈英正在逛夜市的小吃街 就是那种在官方指定的宽阔无车街道 有五数小吃推车组成的临时小吃街 只有晚上商会营业 这样的小吃街自然而然会有绿植 每隔几个摊位就会有一棵大树 而沈英就在他们逛街逛到一半时 突然跑到路边一棵大树的后面 脱下了裙子开始撒尿 这听起来或许可笑 但身为他的男友 程磊只觉得震惊与羞耻 那正是小吃街人最多的时刻 大树四周也没有什么遮挡 两侧的小贩最先看到了沈英的行为 他们嬉笑着指指点点 引来了小吃街上很多游客的注目 不一会 蹲在地上的沈英成了所有人的焦点 甚至已经有大妈开始骂骂咧咧的报警 说有伤风话 程磊第一时间就冲过去 用外套遮住蹲着的女友 小声呼喊沈英 问他在干什么 快起来 可沈英抬起头 脸上满是泪痕 并不起身 只是不断哭着对程磊说对不起 最终程磊只能一把将沈英拉起来 用外套围住他的下半身 抱着他离开的那条街 刘鹏问是不是就这样 程磊不满的回答 他是不是觉得还不够离谱 刘鹏是程磊大学室友 比程磊小一岁 也是他最好的知己朋友 混得比他好得多 现在已经是某家知名报社的特约记者了 今天是个周日 程磊约刘鹏喝酒 把女友这些日子以来的所作所为 都跟他说了一遍 程磊当然不是为了让刘鹏 把他女友的诡异行为宣扬出去 刘鹏也绝不会这么做 只是刘鹏是他唯一能说点之心话的人 而且走南闯北见多识广 程磊只能寄希望于让刘鹏帮他分析分析 沈鹏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刘鹏拿起杯子 喝了一口啤酒说他的意思是 程磊有没有没抽个时间好好问问沈鹏 他觉得这种事直接问会比较好 沈鹏摇摇头说问当然是问过 但沈鹏要不就是避开话题 要不就是装作不知情 反正看起来不想跟他说 他还跟沈鹏说 如果有什么心理问题不想告诉他 可以找个心理医生看一看 但沈鹏也拒绝了 刘鹏低着头 筷子夹着粒花生米 加来加去 也不知道听没听他说 程磊有些不愤 叫刘鹏能不能正经一点 这是他除了刘鹏 真没别的可说了 刘鹏能不能帮他想想折 刘鹏看了程磊一眼 放下了筷子 挠了挠后脑勺说 他我何时不正经过 只不过这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程磊疑惑的问什么该怎么说 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刘鹏想了想 又拿起酒杯喝了一口 这才慢吞吞的说 就程磊刚才告诉他这种事 后面两个其实还挺常见的 程磊一愣 说大庭广众之下失禁 怎么就常见了 刘鹏摆摆手说 接下来他说的 程磊要是觉得不对 别放在心上 就当他瞎说 刘鹏说他当记者 有时会接触见 比他们平头老百姓 阶层更高的人 比如有些有钱的富商 跟他们私下聊天时 他也隐约知道了 他们的一些特殊的癖好 就比如跟女性在一起时 他们不满足于普通的床子之事 而是追求刺激 比如让女伴在大街上做出 就是类似暴露身体的某个部分 或者借助些情绪玩具之类的事 程磊渐渐有些明白了 难以置信的问刘鹏 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沈阴出轨了 刘鹏猛的摇头表示他没这么说 这是他们手上没证据 他不能诬陷嫂子 但话锋一转 刘鹏又低声对程磊说 他也确实应该留意一点 有些有钱的人 除了喜欢让女伴 玩公开暴露之类的情取游戏外 有人还有些更恶劣的癖好 那就是明知女伴有男友或丈夫 还要求他们在男友或丈夫面前 做一些出格的事 然后录像或者录音 供那些有钱人取乐 就是主人的任务之类的 说完刘鹏别开视线 闷头喝酒吃菜 仿佛刚才说话的不是他 而程磊愣愣地坐着 脑子里一直在回忆沈阴做过的那几件事 在电影院里 他脸色潮红地颤抖 然后失禁 这像是玩具的作用 而在小吃街上 他二话不说就跑到一边脱下裙子 确实像是刘鹏说的公开暴露 这一切都是沈阴找到那个 做意休意的客服工作后发生的 他每隔一天都会在外面过一夜 是不是真的是在工作 在公共场合做出那些事之后 他是否会拿着不知藏在哪里的录像和录音 去找哪个富二代换钱 顺便跟对方一起取笑自己的反应 程磊浑身颤 自尊已经不允许他继续想下去了 他立刻站起身 到大厅结了账 直接往家走 程磊要找沈阴问个清楚 刘鹏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说他手上要是证据 可别冲嫂子瞎说八道 而且半夜照镜子那事 自己还真没听说过 嫂子说不定真的只是累的 程磊没理会刘鹏 打了个车怒气冲冲的回到家 进了门 他才意识到自己被怒火冲昏了头脑 今天沈阴上班不在家 可以想到此时的女友 不知究竟是在上班 还是在某处跟什么男人辗转缠绵 程磊心里就像有根刺一样不舒服 他认为刘鹏说的没错 真要确定这事 不能只是口头说说 既然他问沈阴 沈阴不告诉他 那就只能找证据 这么想着 程磊开始把目光投向屋子里的储物空间 这间房子他们租了好长时间 平日里也都睡在一张床上 有什么东西会是他不知道的 客厅肯定是没有的 衣柜虽然可疑 可每天沈阴都当着他的面拿衣服 里面藏不了东西 如果是只有沈阴会动 而他不会动的东西 就只有梳妆台 程磊冲向卧室 看着那个摆在角落里的小小梳妆台 心中突然莫名有些心酸 沈阴跟他在一起已经五年了 他就没赚到什么钱 只能给沈阴买这么小一个梳妆台 但转念一想 或许每天出门前 沈阴都在这里化妆 迎接某个有钱的男人 一念至此 程磊又变得怒不可遏 很快整个梳妆台被他翻了个遍 各种廉价化妆品和工具 存储在各个抽屉里 似乎没有什么证据可言 难道真的是多想了 程磊正纳闷 无意识地坐到了梳妆台前的凳子上 脚也随意一摆 鞋尖恰好从梳妆台旁边 几个落地抽屉底部滑过 哗啦 一阵声音响起 他似乎踢到了什么 低下头 慢慢把脚抽出来 趴在地上 向落地抽屉和地板的夹缝处看去 程磊看到了一盒东西 小心翼翼地拿出来 看清小和尚写的字 他感到眼前一阵眩运 那是一盒紧急避孕药 而他这五年来为了沈阴的身体着想 一直都做保护措施 从不让他吃药 那天剩下的时间是如何度过的 程磊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整个大脑都纠结着眼前的避孕药 以及沈阴已经出轨的事实 那何药 他打开看了一下 已经吃了好几粒 看生产日期竟然是三个月前的新药 也就是说 这不是什么买来备用的药 而是沈阴短期内确实有避孕需求才买来吃 发现这些 程磊更加伤心和愤怒 半梦半醒地度过一个难熬的夜晚后 第二天早晨九点 大门传来一声要是响 沈阴回来了 程磊已在卧室门口 看着他进了门 像往常一样一脸疲惫的放下包 揉了揉脚踝 程磊心里冷哼一声 不知他昨晚经历了什么样让脚踝受伤的游戏 沈阴一抬头 看到程磊在家里 脸上的疲劳转为惊讶 问他怎么在家 怎么没去上班 程磊心想他是该去上班 让沈阴跟人玩了一晚之后 好好在家休息休息 他什么都没说 只是慢慢走近 拿出了那盒避孕药 在沈阴眼前晃了一下 这个过程中程磊一直盯着他的脸 很明显能感觉到 他慌了 沈阴解释说这盒药是他买来以防万亿的 有时保护措施也不是100%有效 程磊冷哼一声问他河沫时买的 沈阴说几年前 买了以后吃了几次 就不小心掉在梳妆台底下了 这漏洞百出的谎言 进一步增加了程磊对沈阴的厌恶 程磊一步步逼近他 说他几年前买的 可这药生产日期才几个月前 他不小心掉在梳妆台底下 他这么清楚掉了的位置 怎么没把药捡起来 程磊愤怒的把药摔在地上 问哪个男人到底是谁 他们通奸多久了 此事的沈阴早已泪流满面 件事情已经瞒不住 低着头乌叶说不是程磊想的那样 他没有做对不起程磊的事 程磊叫沈阴解释一下 他愤怒的吼着 声音大到连他自己都觉得震耳欲聋 沈阴似乎被程磊吓坏了 这么多年来 他从未发生这么大的火 沈阴的情绪也临近崩溃 冲上来抱住程磊说对不起 他真的有不得已的苦衷 他现在不能说 但是程磊相信他 他从来没想过要骗程磊 再过一阵等一切结束了 他什么都告诉程磊 希望程磊现在不要生气 气头上的程磊听不见这些 眼看沈阴什么都不说 程磊猛的甩开他 回屋简单收拾了点东西 夺门而去 只留他坐在地板上哭泣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程磊一直借助在刘鹏家里 他把发现的事告诉刘鹏之后 刘鹏问程磊 他是不是发现了点什么 但也证明不了什么 嫂子什么都没告诉他 程磊无奈的点点头 刘鹏继续说这几年来 他跟嫂子虽然不熟 但按照他的观察 嫂子不像是那种风流女人 嫂子说自己有苦衷 他个人是愿意相信的 刘鹏叫程磊心平气和的想想 嫂子像不像是那种女人 程磊迟疑了一下 摇了头 确实 回忆起这五年来 沈因对他的好 沈因不像那种为了钱 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出轨的女人 换个角度想想 如果沈因要出轨早就出了 他没钱又不帅 欠的债还要沈因帮他一起还 赖着他有什么好处 刘鹏深深的看了程磊一眼 说他当记者这么多年 现在直觉告诉他 这背后似乎有什么事 特别是之前程磊说嫂子那三件事 后两件或许跟别的男的有关 可在深夜里照镜子的事 他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对 如果真有什么男人下达了指令 让嫂子做羞耻的事 半夜在自己家照镜子也算不上羞耻 程磊想了一下 说好像确实是这个道理 他问刘鹏现在该怎么办 刘鹏点了根烟 抽了一口 想了半天才对程磊说 现在就两个办法 一是嫂子说过一阵子后 什么都告诉他 程磊认为不行 他可忍受不了这么虚无缥缈的承诺 刘鹏又说程磊怀疑嫂子 每次出去上班都有问题了 他叫程磊跟着嫂子一起去 这样就能发现问题了 程磊挠了挠头说他也想过这种办法 但是跟踪这种事他又不擅长 他希望刘鹏替他去 刘鹏连连摆手 说别的事他可以替程磊去 嫂子这是不行 程磊只能自己去 不过他可以叫程磊 接下来几天时间里 刘鹏把他这些年来跟踪报道的技巧 全都教了程磊一遍 虽然只是临时教导 但跟踪一个完全没有反侦察意识的沈樱 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 程磊算准了正好是沈樱要上班的日子 提前潜伏在出租屋旁边的花园里 不一会 沈樱果然像往常一样 背着包出门了 程磊跟着沈樱走了一段路 拐过一个路口后 沈樱打了辆车 他也赶忙打了另一辆车跟上 一个小时后 程磊跟着沈樱在郊外下了车 走了十几分钟的路程后 他看到沈樱进了一栋巨大的豪宅别墅 果然沈樱找了个有钱的男人 只是不知道是个帅气的富二代 还是大富翩翩的中年商人 目睹这一幕 程磊气愤极了 不过他忍住了当场上前敲门质问的念头 因为刘鹏告诉过他 如果沈樱每次上班都要一天一夜 那么最关键的部分应该是发生在晚上 否则那个肩夫完全可以 只要求沈樱陪自己过一白天 晚上放他回来 还能降低被发现的可能 这确实很有道理 在别墅外面不远处 有极茂密的绿植 程磊就潜藏在草地树木周围 熬过了一个白天 到了半夜十二点 他估计着时间差不多了 便拱着身子靠近了那栋别墅 白天他已经把整个别墅可能进入的地方 研究了个头 看到别墅西面车库上方 有一个方形小窗一直开着 看了看四周无人 程磊便走向车库 三下五处而爬上车库顶 然后借助墙壁上的排水管道做支撑 轻易钻入了那扇方形小窗 小窗户所通向的 似乎是一间清洁阿姨使用的储物室 堆着些打扫用具 程磊钻进去后先是停留了十分钟 确保门外没有任何动静 也没有他被发现的警报 才慢慢拉开门 准备调查别墅内部 程磊本以为 既然别墅的主人要求 沈樱24小时工作 那么在半夜十分 别墅里应该也是灯火通明 可打开储物室门的一瞬间 他看到的是漆黑的走廊 只有月光从各处窗外洒进来 才让他隐约能看清别墅内部的构造 竟然没开灯 程磊心想感觉有些诡异 不过也没有多想 放轻脚步 慢慢借着月光在别墅里探寻 这栋别墅看上去很有欧式风格 或者说很有影视剧里的欧式风格 就像那种古代吸血鬼的古堡一样 走廊逼则 两侧摆着些中世纪盔甲 头顶的吊灯虽然没开 却也能借月光看着那复古的繁复样式 家具什么的更不用说 丝毫没有现代别墅应有的大气和现代感 一边疑惑着 程磊转过一个转角 又看到了一个走廊 不同的是 在这个走廊的尽头 他看到了一扇关着的房门 里面传出有规律的节奏感 像极了一男一女在床上苟且的声音 他心头一下子怒火中烧 里面的女人会不会是沈阴了 程磊弯着腰 扁着脚 慢慢前向那扇门 十几秒后 随着他距离那扇门越来越近 他感到些不对劲 门里面的声音越来越清晰 节奏感越来越强 但在这种节奏之下 程磊只听到了类似男人的喘息 而没有女人的声音 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难道沈阴不在里面 而也正是在这时 程磊突然感到一股寒意 那感觉似乎有什么人在看着他一样 再一想到待会可能会跟某个男人面对面 他才默然发现 自己赤手空拳 手中没有一个防身的东西 于是程磊朝周围看了看 他记得走廊两侧有复古的铁制竹台 可以当作武器 不看不要紧 这一看 让他双腿一软 坐倒在地 肝胆剧烈 转向这条走廊之后 程磊的注意力 一直被走廊尽头那扇门内的动静吸引 丝毫没有意识到 走廊两侧站着的 已经不再是中世纪的盔甲 而是女人 长长的走廊两侧 每隔两三米就站着一个年轻女人 她们无一例外赤身裸体 站得笔直 头微微昂起 脖子绷得很紧 一动不动 在窗口月光的照耀下 程磊能看到所有女人的眼睛都睁得极大 眼球像要从眼眶里拖出来一样 挟视着她 眼前的诡异景象让她一时间失去了理智 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这些女人在这里干什么 刚才她在走廊里的所作所为 她们是不是都一直看着 那她们为何没有反应 就在程磊陷入迷茫时 靠近走廊尽头左侧的众多女人里 有一个动了 她走出对裂的那一刻 程磊看到四周所有女人的眼珠 都在同一瞬间齐刷刷转向她 这种眼珠的转动 并不伴随着脖子和头颅的转动 仿佛这些女人浑身上下都是木偶 只有眼珠是可以活动的 这更让程磊心惊胆战 只见那走出对裂的女人 一步一步朝她走来 程磊下意识地向后退 却忘记了从地上站起来会跑得更快 一瞬之间 那女人就来到了程磊面前 她低下头 用只有她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 叫程磊快回去 看到女人面孔的这一刻 程磊心中所有的恐惧都烟消云散 剩下的只有疑惑 问沈音怎么在这里 程磊的女友沈音 竟然就是走廊两侧无数人偶女人之一 她来上班 是不是就是干这个 沈音叫程磊别管 她快点走 沈音想要把程磊从地上拉起来 程磊却全身心地思考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纠结的时刻 一个低沉年轻的男生 从走廊尽头传来说沈音动了 程磊看到沈音的身体在那刻僵住了 连拽她的手都不动了 眼睛里满是恐惧 慢慢的 沈音站起身回过头 朝着男生的来源扑通一声跪下说对不起 程磊的女友朝另一个男人跪下 这让她一下子想起了今天她来的目的 她猛然从地上站起 看到走廊尽头的房门已经打开了 一个穿着睡衣的年轻男人正从里地走出来 一步步走向程磊和女友 程磊大声问男人是谁 那男人并不回答 直到走到程磊面前几米 他们能借助月光清晰看到对方的长相后 男人才一种戏谑的口吻反问程磊 说他闯入自己家 还问自己是谁 他又是谁 程磊说他是沈音的男朋友 沈音为什么会在这里 那男人歪头 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沈音 又看了程磊一眼 随手掏出一根烟点上 嬉笑了起来说真是对不起 他没想到会有人找到这里来 他叫薛凯 是沈音的主人 程磊问薛凯有什么意思 他已经快到忍耐的极限了 薛凯张口吐出一口看上去色彩鲜艳的烟 随后叫程磊把手机交给他 他就告诉程磊 程磊一愣 心里已经明白 薛凯是要杜绝自己录影录音的可能性 但换个角度来想 既然他这么要求了 那么他接下来说的 或许会是真的真相 程磊毫不犹豫的把手机递给了薛凯 他打开锁屏一看 择了一声说果然开着录音 程磊心计挺深的 程磊不答 其实这是刘鹏告诉他的 刘鹏让他出发时 一定要打开手机录音 把发生的事全程录下来 以备不时之需 只是没想到 薛凯的反取证意识这么强 直接收走了手机 薛凯把程磊的手机关掉后 用嘲笑的口吻 将一切娓娓道来 似乎在观察程磊的反应来取乐 而程磊这才知道 他可怜的女友都经历了什么 原来几个月之前 沈樱在手机上看到一条网贷广告 当时程磊和他都被生活的压力 和债务逼得疲劳不堪 再三思量之后 沈樱借了网贷 原本他想的是 能用这笔钱尽快还上债务 以后再慢慢还贷款 解决一下当下经济问题 可钱到手之后 他才发现这居然是砍头贷 就是实际到手的钱 比名义上借的钱要少好多 不但根本不足以还清债务 反而为此背上了高额的利息 沈樱弄巧成桌 不敢把这件事告诉程磊 也正是在此时 网贷公司给他推荐了一份 做一休役的工作 也就是到薛凯的别墅 满足他的欲望 最开始 沈樱害怕是卖身 拒绝了 但对方保证 不会强迫任何肉体交易 他便小心翼翼的尝试了一次 果然薛凯并不强迫沈樱上床 他只是跟其他来这里的女孩一样 只需要签一份协议 任薛凯为主人 然后每天的工作就是脱光衣服 根据薛凯的要求 在别墅里的某个地方 站24小时不要动就好 沈樱对此感到莫名其妙 不过薛凯给出的待遇还算不错 每个月都会给他一大笔钱 这笔钱可以抵消当月的网贷 再还一部分债务 还能留下一点生活费 成磊狐疑的看向跪在地上的女友 问是不是真的就这样 那避孕药是怎么回事 女友浑身颤抖 不回答他 这时薛凯不怀好意的说 他虽然并不强迫这些女人跟他上床 但他会提供一些奖励 如果有人想要得到奖励 便要自愿献出一些东西 沈樱就比较喜欢奖励 所以如果成磊在家里找到避孕药 也不要太伤心 成磊难以置信的看向女友 薛凯口中的奖励是什么 以及女人需要为之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不言自语 所以说到底 沈樱终究还是为了钱出卖自己的身体 那么之前他在公共场合作的那些离奇行为 是不是也都是主人的任务 是薛凯让他这么做 来羞辱自己取乐 成磊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 从地上拉起跪着的沈樱就要往外走 薛凯的声音突然响起 他对沈樱说自己还挺喜欢他的 他现在走了的话 网贷能不能还清 成磊明显感觉到女友的脚步迟疑了一下 薛凯还继续说沈樱现在过来喊他一声主人 说愿意留下陪他 那么网贷的是一笔勾销 以后他还能定期给沈樱奖励 一开始沈樱只是迟疑 可是听到奖励两个字 他浑身颤抖了一下 最终他低着头 对成磊说了声对不起 然后甩开他的手慢慢朝薛凯走去 成磊心中满是绝望 同时有了一丝疑惑 那所谓的奖励 他一开始以为是钱 可从沈樱的反应来看 似乎不是那么简单 而是某种让他又喜又惧的东西 砰的一声 就在薛凯对成磊露出嘲笑的表情 正抽着烟准备接受沈樱的效忠时 楼下传来一阵巨响 几十秒后 一群警察从楼梯上来 大喊所有人站在原地不要动 只见两个警察朝薛凯走过去 当场将他逮捕 剩下的每个警察手里都戴着几件衣服 给站在两侧的赤裸女孩们披上 把现场所有人都带回了局里 坐车去公安局的路上 成磊听到不少女孩哭泣和后悔的声音 女友沈樱则一言不发地坐在她的旁边 到了公安局 经过彻夜调查和审讯 这起案子很快有了结果 根据调查结果 薛凯对成磊说的那些话 确实都是真话 但只是一部分真话 真相是这样 薛凯是个富二代 父母都是商界巨拨 也正因为如此 在薛凯小时 父母几乎都忙于生意 而没有给他足够的爱和陪伴 于是薛凯从小到大最爱的东西 就是陪伴他长大的人偶 这导致了他患上了某种心理障碍 成年后只对人偶有生理反应 可以简称为人偶痞 可薛凯的自尊心有极强 不满足于只对人偶发泄 于是他仗着自家在商界的地位和财力 开始了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计划 他辗转成立了一系列公司 经营范围包括大数据分析 广告推送 发放网贷等等 依靠这些公司 精准定向那些年轻漂亮但缺钱的女孩放贷 由于砍头贷高额的利息 这些女孩一旦借了网贷 就几乎不可能靠自己还清 这时 网贷公司就会假惺惺的把他们介绍给薛凯 薛凯会用帮他们还网贷 给生活费的方式 让这些年轻女孩假扮成人偶 满足她的欲望 每一个女孩最基础的职责 就是要在薛凯的别墅里 浑身赤裸的占24小时 像人偶一样 除了眼珠之外一动都不能动 只能满足薛凯收集人偶的癖好 而在众多女孩中较有姿色的 就会被薛凯看中 薛凯会邀请他们过夜 给他们打麻药 让他们变成有体温 有心跳但没有反应的人偶 满足薛凯在床上的人偶癖好 当然这些名义上是自愿的 薛凯会用金钱来诱惑他们 可遇到少部分不愿意为了钱出卖身体的女孩 薛凯也不会当什么正人君子 他已经习惯了想要的就一定要得到手 时间感空间感紊乱的表现 导致他睡到深夜 半梦半醒间以为自己仍在薛凯的别墅里 所以按照薛凯的要求变成了人偶 后来在公共场合两次失禁 是神经退化和戒断的反应 让他不定期不定时的震颤 不能控制自己失禁等等 得知这一切 成磊后悔不已 沈印欠下网贷 把自己变成人偶被迫失身 这样一切的起因 都是为了帮他还债 而他竟然还怀疑沈印 想到这里 成磊恨不得自己打自己一万个耳光 还好在刘鹏的帮助下 他成功救出了沈印 其实警察之所以会那么及时的到达现场 正是因为刘鹏和成磊的计划 从一开始 刘鹏的记者直觉就认为 成磊或许会发现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于是行动前 他在成磊的领口安装了一颗微型摄像头 成磊行动的整个过程 都在他的监视之下 当成磊和薛凯开始对话时 刘鹏透过微型摄像头 看到了薛凯抽的那种彩色香烟 立刻就报了警 因为常年做案件报道的他 一眼就认出来那不是普通的烟 而是一种伪装成烟的毒品 警方接警后 看到了刘鹏提供的视频信息 马上做好万全准备并出发 救出了薛凯别墅里的女孩们 也拿到了足够多的证据 一年后 成磊牵着沈樱的手 走在小公园里 感受着生命的美好 这一年时间 成磊的生活发生了太多的变化 他提供的证据为警方提供了大量线索 不仅抓住了薛凯 也抓住了给薛凯供货的一条地下毒品链条 这件事引发了民间热议 在群情激愤下 不仅薛凯坐了牢 他父母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 许多企业都出一道的原因 选择了中断合作 而成磊虽然为私闯民宅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遭到了拘留和罚款 不过被释放后 也因为在这次行动中 所展现出的行动能力和学习力 被刘鹏的上司聘用 成了刘鹏的搭档 一年下来 成磊多次跟刘鹏一起潜入非法场所进行暗访 冒了不少风险 也揭露了不少黑暗面 有了份收入不错的正规工作 靠着这份工作还的债务 至于女友沈樱 这一年时间里 成磊没让他工作 成磊自始至终没有放弃 陪他一起面对所有困难和痛苦 一年过去了 沈樱的身形消瘦了一件 让成磊心疼不已 不过好消息是 成磊相信 人生的谷底已经过去了 未来的每一天 无论怎么走都是向上的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 我最感谢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